接下來我們有明星級的教練 陳婉庭小姐 東方足球手的主教練 過去的一個球櫃 就帶領著男子的東方足球隊 就叫做得如初的冠軍 今天有一個客席的講者 就是我們的李偉毓博士 他們兩個都是前線的足球教練 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足球教練的發展是怎樣 以及如何跟健身和表現 和健身和表現的發展相關 我想有時間交給兩位 Hello 大家好 吳康仙 今天很開心有這樣的機會 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大家是 市民大眾一般對我們香港足球隊 職業的球隊 究竟那個訓練情況 或者我們會做些什麼練習 未必太了解 所以在這裡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我們平時在球場內外 或者去職業的時候 會有什麼訓練設計 以及如何針對球組每一個球員 去提升大家的表現 我覺得球員今天的主角色是一個主教練 他要一班足球員 要什麼身形 要什麼力量 要什麼體能 我想尤其是球員可以用他第一身的身份 我是足球隊看人教練的角色 其實我所有的工作 都可以輔助主教練 我們待會中間會有些交流 現在大家看一段影片 是東方足球隊 即是球員對球隊的訓練情況 我想主要是球員的球員 都會在場地 都可以有很多體能的訓練 所以如果各位你們是自己練巧步 或者是踩單車 有很多事情其實你們自己運動場都做過的 大家知不知道這些訓練 應該會在訓練的一開始 中間 還是練完球才做的 你覺得會在哪裡 開始 對 非常聰明 其實現今足球 對於預防受傷 或者體能方面 大家都知道越來越重任 大家看英超好 身教好 對抗 衝動 內力的東西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變成我們在訓練裡面 其實近年香港的很多職業隊都會提起一件事 就是在訓練的初期 做很多不同的熱身運動 希望它盡快提升球員 如何去投入訓練 以及去減低它的受傷 一般來說 我們自己的職業隊 一個星期可能練歌 大概六天左右的時間會練歌 都大概會有四至五天的時間 會交給體能教練 在今年最初期大概是十至十五分鐘的時間 不會很長的 十至十五分鐘 每天會做一些不同的練習 希望可以幫到球員 每一個不同的肌肉組群 去增強它的肌力 以及去預防受傷 見到這個練習灣 其實有全身的肌肉群運動 亦都用到的 包括Core核心的肌肉 都一樣會做到 我猜足球隊其實有很多受傷 我想每一個運動有不同的受傷 例如跑步有很多膝蓋的受傷 拉傷 肌肉 足球隊其實都有自己的受傷 我猶豫可以在這裏解釋一下 有些甚麼足球員 經常都會出現受傷 而是熱身 有些訓練可以改善到的 我想大家平時有看球或看球 都知道一定下身的肌肉很重要 即是射球、出球、跳頂、搶頂頭 所以下肌的肌肉 我們會比較去撞屍 你先回頭 其實我們會見到 例如這個練習 可能大家平時都會做到 這個應該是一個防止hamstring 即是薄成肌受傷的練習 這方面大家要張開眼睛 看清楚一點 其實我們有些橡筋圈圈圈圈了在 球員的大概腳裸對上少少的位置 其實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會帶著一些橡筋 做一些sport的動作 或者做一些橫步、橫拼的動作 其實就可以加強到他們的肌肉 肌肉的肌肉 大家要明白 始終我們香港足球的資源有限 到現在香港都是只有一個足球基地 其實在香港做這些練習 如果大家有留意外國足球 其實有一個整個training center 在一些室內的地方做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沒辦法 我們每天都是跟公眾一樣 去不同的地方 去覆場聯播 我們只可以帶一些有限的器材 不能夠擁有自己的儲物室 不能夠擁有自己的健身室 唯有就靠一些小小的資源 例如橡筋帶 去幫助那個訓練 例如這些橡筋帶 如果平時大家有看球 有沒有留意過 我看到就是英超近期 有些球隊在比賽前的醫生 都會帶這些橡筋圈去做 大概5分鐘左右的練習 其實我們一般市民 平時用橡筋圈做一些所謂蟹步 做完之後5至10分鐘 其實你已經覺得很累了 考不到步 但足球員如果每一天 他們都做一點點的時候 原來對他們來說只是熱身 其實你會知道 如果打NBA的職業籃球員 有45分鐘至60分鐘是熱身的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熱身完之後 我們已經走了 但他們來說 熱完身後 他們覺得的狀態最好 剛才牛園 所講的這些所有的訓練 不只是防止受傷 因為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需要有苦練 我們足球隊所有運動員都想要苦練 所以其實是 在這個動作 你融合了 怎樣可以提升 譬如這個訓練 原來練了你的角城肌 原來你跑步速度會快一些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尤其是你是籃球員 你是跑步 想跑快一點 原來角城肌很有關係 如果你練強了你的團中肌 原來是令到你跳起落地 你跟人撞的時候 對抗性是好一點 所以籃球員 你可能打排球 很多 如果你是要穩定性的話 原來這裏是幫助你提升到軟能 還有Josie 你的足球隊 其實很多都是hand string 受傷 是 這個是第一公文的肌肉拉傷 所以 球員這個步驟一定是每個星期都會做的 這個可以防 很有效的可以防止肌肉拉傷 是的 可能有時候球員的feedback 大家知道球員 一定會在科學的角度去說 但是我們帶入了這些熱身運動之後 其實球員的反應都說 我覺得 有力了 給他們的感覺 可能踢下球射球那一下 或者起步那一下 拆那一下是快了 或者在信心上都會提升 這是一些core的練習 我們看一看 可能有些照片給大家做reference 其實為甚麼要擺一些戰呢 好坦白說 我們香港的足球隊 我們只能夠在防真草的球場地方 但是你有踢球 你也知道防真草其實是很吸熱 很熱的 即是比起真草的地方 再加上我們開招的時間是7月8月 34度度 我們雖然想做很多core的肌肉分裂 但是很麻煩做 因為你是會辣的 一落地就會辣 所以就要擺一些的戰 可能冬天會好一點 可能不用了 所以就要求 工作人員都很辛苦 會不會要帶幾十張戰 去不同的球場 我們就會在熱身的時候 除了剛才看到一些下肢的分別 那個core都很重要 正如剛才Justin 講過 譬如有些跳躍落地的動作 或者是跟你可能得位 或者搶球的時候 其實都會用到我們core的肌肉 所以我們熱身都會怕麻煩 帶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戰 去做一些增加步步 或者core的肌肉的方面 又或者是會用一些 剛才看到一些小的橡筋圈 這些就會是一些 大一點、長一點 還有拉力會再大一點 球員就會大家partner這樣幫忙 他們有時就會做一些原地 可能拉著做一些 對手、對腳 有時就會做一些向前爬 或者側邊爬的動作 我看到這些動作 其實大家 有沒有人見過有運動員 在運動場做這個動作 要有的女手 有 有 有兩、三位 不過真的很少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 你自己見到這麼新奇的時候 你想想 如果做一個運動員 做這些運動 都是訓練 比起sit up 是不是好像好玩一些 是吧 所以不妨 如果你自己做訓練的時候 可以找一些有趣味的動作 我們練得辛苦 可能練到真的 什麼都說了 但是他依然很開心 因為生命 那就不用那麼死犯 各位教練或者老師 可以真的參考一下 我知道所有支持足球隊 無論是東方健至大的球會 他們都會在健身室做 那為什麼都會在健身室做呢 還有每次做多少呢 我想我們可以講解一點 主要 剛才看到很多在球場拍的照 球場我們都有一些 不同的力量訓練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power 就是一些重力一點的訓練 那沒有辦法我們就要留在健身室 失落的地方 因為始終那個安全性 還有各種各種各種都有分別 一般來說 我們大概 我們自己舉一個星期 就是大概一至兩次 會去健身室 通常都是做一些circuit循環的訓練 比較有些動作就會傳統一些 可能是一些soda flex 或者是一些big press的動作 不同的重力訓練 每一次都大概有六至八個運動的動作 球員通常會走四次 即是四set 每次就大概六至八下 確保每一set之間有少少的休息時間 還有剛開始之前也要做少少Dynamic Stracking的動作 希望我們預防受傷 我想問一下牛丸有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每星期足球隊都有比賽 但每星期都要做重量訓練的時候 兩樣東西會否互相影響 或者有什麼方法可以調配一下呢 首先都要加回我們自己在球場裡面的訓練時間表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一至五 我等一至五練球 都會分哪一天的強度高中或者低 所以如果我們做Gym和練球最高的強度 每個星期都要撞在一起 我球員那天就會很散 所以我們一般會選中強度那一天 去練習室 還有比賽前48個小時 希望球員盡量恢復得好 和有refresh的感覺 所以一般做完Gym 大家有時候做一些比較重力的訓練 都會覺得之後一兩天有點冤 有些累或者有些酸痛 所以我們會避免在比賽前48個小時 有任何這一類的重力訓練 所以大家呢 如果你是很認真去想和人練跑步的時候 那你打算跑步又要練得辛苦 那做Gym又要做得重的時候 那兩樣東西可能會有衝突的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那可能你是一個跑長課 那可能我強度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你才可以做另一種訓練 你不要去衝突的運動的時候 那一天你就去做Gym 那兩邊的效果應該都沒有那麼好的 那其實做Gym都大致可以分做兩種 一種是傳統一些 就是大家看到是舉Bank Press 或者是有些會是功能一點的 那我們可能會用一些 free weight 的東西去幫助 那有時候TRX帶都會用到的 那其實足球隊 十一個位置都有分別的 大家有提過 那你即使搜捞完 又可能不用跑那麼多 那中堅可能經常要玩大隻 要經常跟人爭頂 那前空又怎樣 前空當然要講靈敏度 還有那個爆發力 那即突然之間 爆那個手位的時候 那一下就很重要了 那所以除了一些傳統的力量訓練之外 那其實我們都會針對回 每個球員的位置 或者他本身 每個球員可能都會 天生是某個肌肉比較差 有些手腿經常都累 有些可能是屁股 經常都不夠力 那都會針對回不同的位置 或者他本身的強項 然後去增加一些訓練 那希望就是幫到他們去預防受傷 那以及在比賽裏面 可以針對回他的那個強處 去提升他的表現 譬如一些逆風 我們常常會做一些 突然間加速發發下去 去出球 那可能是中堅 我們常常會做一些 跳頂、筆子、搶球 那這些不同的訓練 所以各位 雖然你們未必有一個 體能教練的訓練 但其實力量訓練 對各位應該都是很重要 其實當作每一個市民 都應該要做力量訓練 你看到這些動作 你在健身身都會看到 但是呢 做多少下 做多少重 做多少組 那這些可能會有教練 幫你調控他好些 對嗎 那麼 看看其中一個示範 還有一些推動動作 那這裡可以講少少 那如果職業足球員 可能他推的重量 你看到比一本示範更重 但是呢 他可能做的下數會少 為什麼呢 就因為如果呢 他又做得又重 其實不可能做得多 那如果呢 我們的目標反而是 希望要有個爆發力 例如他跟人家搶球的時候 要有一下 是要發很大的力 沒有這個重量 你不靠平時做獎勢 你做了一千下 那個重量其實 那個爆發力其實 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看到這塊餅 看下去 基本上每一邊 都至少差不多30公斤 加上80公斤的過推 那一般市民其實未必做到 但是足球員呢 他們不是真的 舉重選手 但是他們都做過 這個就是運動功能 可能有時候都要有個朋友 在那裡幫手 做個支援 對 我會安全一點 對 剛才都提過 就是一些 類似功能的練習 或者是會 強調那個core的重要性 我們做Dream 除了剛才你見到 舉一些力之外 其實都未必會用到 未必一定全部都很重的 力量來的 因為我們踢球 始終大家不會見到 踢球的空機很大 或者你見到 即跑都跑不到 因為你全身都已經有 那些大隻仔 這些比較大隻 對嗎 可能靈活度會低一點 那可能 平時大家會見到 有些很大隻 可能打籃球會大隻 因為要爆發力 但足球一般 體型都會小一點 因為靈敏度 現金足球 還有速度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會 靠一些 例如是TRX帶 在做一個core和 Hampstrom 這裏也是一些 在拉著 其實也是在做一個 曲機的練習 再說多一點 平時大家 經常都聽到做Plan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確實做Plan 是可以練到我們的 心肌群的耐力 令我們這裏強一點 很多時候受傷減低一點 但是大家要注意 你見到做Plan 然後你會做 可能一分鐘 或者一分鐘沒有什麼反應 加到一分半鐘 大家不會嘗試 加到四分鐘 或者世界紀錄四個小時 是會的 就是剛才我們做掌插 做了一千次都沒有用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加一些元素 例如重量 我記得當你 這個core練到 做二十架的重量 我們做到二十架 我們會再加重 OK 就是這個原理 令到我們越來越強壯 第二樣東西 你見到TLX 其實跟我們平時踩著 平台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TLX 你發覺會動的 那條帶 動的時候 靠什麼機會穩定呢 就是靠你的核心機軌 就是靠一些不同的元素 其實你踩著 那個普通的藥球 或者FITBO 那些 其實都做到同一個效果 就是靠這些 我們希望你運動的時候 不是所有東西都靠著 是突然間有人撞你 突然間你要轉向的時候 那你這個位其實就是 越強壯 很多運動表現都會更好 我想其中就是這樣加下去 特別是足球員 因為始終大家看足球比賽 有非常非常多的身體對抗 也有很多跳進來 落地的動作 所以那個平衡力是很重要的 是 這個也是一個平衡力的練習 正如Justin剛才也說過 這個很誇張 大家不要亂試 我們這對球 都是一個球 可以在地上跳上 然後踩著球 是的 是一個巴西的奧湖球 當然不一定要 是跳上去踩著球 才練到 大家都可能平時去做運動 都有用 都有很多不同的練習 可能是簡單一點 扶著 慢慢跪上去 或者平時可能用一些平衡板 其實都是一些類似的訓練 大家如果未必幻想到 動感一點點 就是當你踩上去球的時候 其實你的腳碗在做平衡 你的膝頭球做平衡 你的寬關置做平衡 我們永遠不會 只是說 我們防錶踩 只是腳碗的 有時候你是突然踩一步 其實你是整體上去平衡 所以你看到踩上球 基本上 下身去到上身的肌肉 其實全部用勢一齊去練 我們所謂的第六感 就是那個平衡力 我們再總結 當然大家看了很多不同的訓練 都是我們職業隊 在頭場內外會做事 大家也不要忘記 不要直接去複製 或者去 哇 我是不是做了這些 我踢球就很厲害了 不是的 大家也要因應自己 玩什麼運動 你的專項 和你的強項弱項 去調節自己的訓練 我相信有很多裏面的元素 大家可以拿來用 但是裏面的東西 要再大家自己去 再看看 如何我們自己設計 一些適當的訓練 我也補了一句 大家都知道 我們今次的Smart 其實是希望推廣 運動醫學在社區 剛才你見到職業隊用的 你們用到 其實你見到 大部分東西 你都接觸到的 大家不妨可以了解多些之後 嘗試自己都做 預防受傷 提升你們自己的表現 我希望大家也健康地繼續運動 謝謝 很多謝 和我們都很精彩的講解 我又知道 香港前線的足球隊 如何可以訓練得 這麼出色的運動員 還希望大家可以 當你們是前職足球的教練 可以將這些資訊 都打回我們球組上面 和你們其他同行 或者球員分享 和你們其他同行